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深刻美国节目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卡玛拉·哈里斯宣布参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完整声明 并得到现任总统乔·拜登的强力支持 拜登称哈里斯为非凡的伙伴 并表示选择他作为副总统是他做过的最佳决定 哈里斯在感谢拜登的同时 强调他的目标是赢得提名并击败唐纳德、特朗普和他的极端2025计划 他誓言将团结民主党和全国人民为即将到来的选举做好准备 距离选举日仅剩107天 我们将共同奋斗并共同胜利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周日早晨 站在华盛顿特区的林肯纪念堂前 宣布他将参选2024年的美国总统 这一决定来的并不意外 但其意义非同寻常 尤其是在总统乔·拜登宣布退出竞选后 哈里斯的声明言辞懇切 充满了他对拜登的感激之情 他感谢拜登数十年来对国家的服务 称他的成就是无与伦比的 甚至超越了许多曾经连任两届的总统 哈里斯说他与拜登的合作 源于他与拜登儿子博·拜登的友谊 他们在各州担任总检察长时节时 博·拜登经常向他讲述父亲的故事 这些故事刻画了一位有诚实、正直、宽厚 和对家庭及国家的深厚爱的父亲 我对他父亲的敬仰 是我每天在乔担任总统期间 所能亲眼见到的品质 他在声明中说 他补充到拜登再次展示了 他一生服务的精神 将美国人民和国家置于一切之上 这是无私和爱国的行动 这一声明并不仅仅是对拜登的致敬 哈里斯明确表示 他的目标是赢得这次提名 并与唐纳德、特朗普和他的极端2025计划 进行最终对决 他强调距离选举日还有107天 他将不懈努力走遍全国 与美国人民讨论这次选举中的明确选择 并团结民主党 以及整个国家奋斗并获得胜利 拜登的突然退出震惊了很多人 但他的信中对哈里斯的支持言辞懇切 他称哈里斯是非凡的伙伴 并说选择他作为副总统是 我做过的最好的决定之一 拜登在信中说 今天我要全力支持 并推荐卡玛拉成为我们党今年的提名人 在推特县卫X上的声明中 哈里斯重申了他的感激之情 我感谢乔·拜登作为美国总统的非凡领导 以及他数十年来对我们国家的服务 我很荣幸得到总统的支持 我的目标是赢得这次提名 哈里斯的宣布也吸引了许多媒体的注意 Telegraph, Guardian, Yahoo, US和 Toronto Star等多家媒体 都对此进行了详细报道 Telegraph称这是一次历史性的宣布 而Guardian则强调了哈里斯将挑战特朗普的决心 Yogu, US则引用哈里斯的话 称他将 竭尽全力团结民主党 并团结我们的国家 如果哈里斯成功获得提名 并在总统选举中击败特朗普 他将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女性总统 这也将是他作为第一位黑人 和印度裔美国人副总统的延续 哈里斯在他的声明中反复强调 他将继续他过去一年的努力 走遍全国与美国人民讨论这次选举的重要性 他承诺将竭尽全力团结民主党 并击败特朗普和他的极端2025计划 哈里斯还在声明中 回忆了他与博、拜登的友谊 这段友谊让他第一次了解了拜登总统的品质 他说 博经常向他讲述父亲的故事 这些故事展示了拜登的诚实、正直 和对家庭及国家的深厚爱 这些品质也是哈里斯在拜登担任总统期间 所能亲眼见到的 哈里斯的宣布得到了许多顶级民主党人的支持 他在声明中说 距离选举日还有107天 我们将共同奋斗并共同胜利 此外 哈里斯的副总统职位本身就具有历史意义 她是第一位担任此职位的女性 也是第一位黑人和印度裔美国人 这些成就 使她成为了民主党内最受瞩目的候选人之一 也让她在总统选举中具有独特的历史地位 在宣布参选的过程中 哈里斯展示了她在政治舞台上的坚定信念和决心 她明确表示将不懈努力走遍全国 与美国人民讨论这次选举的重要性 她承诺将竭尽全力团结民主党 并击败特朗普和她的极端2025计划 随着选举日的临近 卡玛拉、哈里斯的竞选之旅 比将充满挑战和机遇 她的目标明确 决心坚定 这使得她成为了这次选举中 最值得关注的候选人之一 在接下来的107天里 我们将见证她如何带领民主党 并最终挑战唐纳德、特朗普 为美国的未来奋斗 无论结果如何 这次选举将是一场充满历史意义的政治角逐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卡玛拉、哈里斯在民主党内 宣布竞选美国总统的背景 是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 标志着他在美国政坛的重要角色升级 这一转变是在总统乔、拜登 宣布退出2024年总统竞选后发生的 拜登在多封公开信中 表达了对哈里斯的权利支持 称他为非凡的伙伴 并表示选择他担任副总统 是他做过的最好的决定之一 卡玛拉、哈里斯与拜登的关系可以追溯到 他与拜登的儿子伯、拜登的友谊 两人在各自周担任总检察长时结实 在哈里斯的声明中 他多次提到伯、拜登对其父亲的敬仰 这让他对拜登的品格和领导能力 有了深刻的了解 在拜登宣布退出竞选后 哈里斯立即发表了一份声明 感谢拜登的支持 并表示他的目标是赢得民主党的总统提名 哈里斯强调他将竭尽全力团结民主党 并团结全国以击败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和他的极端2025计划 这一决定也引发了美国政坛的广泛反响 奥巴马称拜登为 最高级别的爱国者 赞扬他的决定并表达了对哈里斯的支持 此外 哈里斯的宣布还得到了众多民主党顶级人士的支持 这表明他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已经获得了广泛认可 然而 哈里斯面临的挑战依然存在 他在2020年 竞选民主党总统提名时的表现并不出色 但他在副总统任期内 积累了更多的经验和支持 如今 他的竞选将受到比以往更多的关注 因为他有望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女性总统 也是首位黑人和印度裔美国人总统 距离选举日 还有107天 这段时间将是哈里斯及其团队的重要准备期 他需要继续走遍全国 与选民交流 并强调他的政策立场和领导理念 他的竞选策略将涵盖一系列关键问题 包括经济 医疗保健 气候变化 和社会正义等 总的来说 卡玛拉 哈里斯宣布竞选总统 标志着美国政治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他的成功与否 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他能否有效地团结民主党 并赢得全国选民的支持 无论结果如何 这一过程都将对美国未来的政治和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观众 卡玛拉哈里斯参选总统 可谓是民主党的一大亮点 他的从政经历丰富 作为第一位女性 黑人和印度裔副总统 他已经打破了多个记录 他的背景和经验 可以为美国带来更多的多样性和包容性 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 让我们迎来一位真正代表多元文化的领袖 楚天书 你这说得跟卖宝剑品似的 卡玛拉哈里斯的2020竞选 简直是一场灾难 他的支持率连续下降 甚至在初选还末结束前就退出了 你说他能团结民主党 别开玩笑了 他的政策立场摇摆不定 民主党内部都对他没信心 怎么可能赢得大选 这可不是在选学生会主席 这是选美国总统 谢琪琪 你这可有点过于刻薄了 哈里斯的2020竞选虽然不理想 但那时候他还是一位新晋参议员 并没有现在的副总统经验 再说 谁能忘记他在特朗普政府时期 帮助揭露了多少政治丑闻 正如莎士比亚所说 失败乃成功之母 他这次一定会从失败中学到更多 变得更强大 哎呀 楚天说 你这可是把莎士比亚都搬出来了 不过 我还是要提醒你 哈里斯的副总统生涯也并非一帆风顺 根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 他的办公室内部管理混乱 甚至有高级助手辞职 难道这就是你心目中的强大领袖 这样的人能应付得了白宫的复杂局势吗 恐怕我们的国家会陷入更大的混乱吧 谢琪琪 我猜你是看过太多负面新闻了 实际上 根据纽约时报的调查报告 哈里斯在处理疫情和经济复苏方面 做出了很多贡献 他积极推动疫苗接种计划 并为中小企业提供了大量支持 再说 林肯总统当年的内阁也是一片混乱 但那并不妨碍他成为伟大的总统 我们应该给哈里斯一个机会 让他展现他的领导才能 楚天书 你连林肯都搬出来了 好吧 讲真 我们不能拿林肯时代的标准来评价现代政治 根据福布斯的数据 拜登政府的支持率 在哈里斯加入后并没有显著提升 而且他的演讲常常被批评为空洞无物 就像一个人做了一大锅汤 结果喝起来没有味道 这样的领袖 怎么能让人放心呢 我们需要的是一位真材实料的领袖 而不是一个汤里眉言的政治家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卡玛拉 哈里斯宣布参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消息 不仅点燃了政治圈的讨论 也让吃瓜群众们有了一个新的话题 他在声明中提到了对拜登总统的深深敬意 感谢他的领导和多年来对国家的服务 这是一个试图团结民主党内部 获得支持的必要步骤 他的声明中 频繁提到拜登的无私和爱国行为 这无疑是在向那些犹豫不决的党内成员示好 接下来 我们来看看拜登的退出决定 这一消息的发布让很多人感到意外 但也并非完全没有预兆 近年来 拜登在公开场合多次表现出疲惫和身体状况不佳的迹象 这一点让他的支持者和反对者都不敢掉以轻心 拜登将支持卡马拉、哈里斯这一举动 无疑是为了保证政党内部的平稳过渡 不让特朗普的攻击找到更多的破绽 可以说 拜登的这一决定 不仅为卡马拉、哈里斯扫清了部分障碍 也让民主党内部有了更多的时间和空间来调整策略 那么 为什么是卡马拉、哈里斯? 哈里斯在过去的一年里 走遍全国 与选民交流 这表明他早已为这一时刻做好了准备 他是第一位担任副总统的女性 也是第一位黑人和印度裔美国人 这些身份让他在多元化和包容性上有着独特的优势 但这些光环也意味着他面临的挑战可能更大 共和党已经开始转移攻击焦点 从拜登转向哈里斯 显然是想通过打击他来削弱民主党的整体形象 距离选举日还有107天 哈里斯和他的竞选团队将面临来自各方的压力 拜登的支持固然重要 但如何将这种支持转化为选票 才是哈里斯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他需要在这107天内 继续走遍全国 与选民交流 团结民主党 并且在辩论和公共场合中表现出色 以赢得更多选民的心 让我们来谈谈哈里斯的竞选策略 他提到要竭尽全力团结民主党 这无疑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团结是力量的来源 特别是在这样一个竞争激烈的时期 内部分裂只会让对手有机可乘 同时 他也强调要击败唐纳德 特朗普和他的极端2025计划 这是在向选民表明 他将会是那个能够带领美国走向更好未来的人 最后 我们来看看媒体和公众的反应 许多顶级民主党人对哈里斯表示支持 这对他来说无疑是一个好消息 然而 哈里斯的2020年总统竞选并不算成功 这无疑给他的此次竞选增添了更多的变数 一些民主党人对他的领导能力表示怀疑 但对他在副总统任期内的表现也充满期待 他需要用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 消除那些对他的怀疑 总的来说 卡玛拉、哈里斯的参选消息 无疑为2024年的总统选举增添了更多的戏剧性和变数 他需要利用好这107天 与选民建立起更深的联系 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 才能真正赢得这次提名 并在最终的总统选举中 击败唐纳德、特朗普 让我们拭目以待 看这场政治大戏将如何上演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经济学家、媒体人、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请客看栏目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壮访荐 Amanda